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有介绍这八字 物成人序 物虚人序 这一个人他就是说 他去赌博 然后欠了30多万 欠了30多万来讲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瞒着家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各位你要了解 他来讲他也不认为这个叫赌徒 为什么赌徒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是赌徒 但是他的状况已经说 他已经瞒着家人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就是说他已经面临到问题 但是他依然说 这只是在网路上小赌 就一直输一直输 输到最后想翻本 就这样子而已 这个就是赌徒心态 我们来讲这种东西不是我第一次碰过 当然你说小赌遗情 小赌遗情 就是说偶尔晚晚这样子而已 但是没有人靠赌来成家立业的 你要不要解 没有人靠赌来成家立业 你技术再怎么厉害 也有很衰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 我们一看就会知道 土克水 他的一个状况 就是一种破财的一种特质 所以他的一个八字来讲 天生的就是一种破财 在天生一种破财的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你要了解一件事 他天干已经破 他地支 假如再破的话 那就会更加重 为什么 因为地支才是真正的一个力量 那个会加重的一种力量 这两年 己亥年 庚子年 各位都会知道 他的 他的地支 财运简直是一团糟 很快的又会回到 就是说又回到天干的时候 我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天干来讲 基本上 当然会有几年会不错 可是你假如以长远的角度来看 火生土克水 火生土克水 土跟土更克水 在这一种情况下 各位 他是不是一直都是在一种破财的一种现象里面 在一种破财的一个现象里面 基本上不要在那边想说 要靠这个赌翻本什么的 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认为你还能够怎样吗 还能够更下去吗 会翻本吗 不可能 所以倒不如好好的找一份工作 好好的找一份工作 然后怎样 在这份工作上打拼 毕竟来讲 破财了八字 破财了一个八字 所以各位 我在之前我也碰过一个像这一种的情况 像这一种情况 他们也不会认为他们是赌博 他们说我其实是不会赌博的 我连麻将都不会打 为什么 因为他都玩百家人 各位 那就是这一种心态 所以一般来说 以前我也有赌过 我跟各位讲 我也有赌过 我们在部队的时候 我们也赌过 结果在部队那一种封闭的一种情况 他的八字就这样 你看都是朋友 朋友围绕着他 就去破财了 他那种情况就跟部队一样 大家的这个赌 那个赌 稍微试一下 有的时候赢点小钱 结果越赌越大 结果我退伍的时候 我的账户没有钱 我的账户没有钱 我只在那边等我的退伍金下来而已 所以各位 你知道那一种 很悲哀 那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错 你不会觉得错 因为四周大家都一样 这就是笔节 笔节会有同化的一种效益 所以自从那一次以后 我脱离了那一次的事件以后 各位 我就不会再碰赌了 我就从来没有再碰赌这种东西 连买个呱呱热 我都不要 各位 我连买个呱呱热都不要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赌的一个可怕 台标姐 赌的一个可怕 你身上的机器全部都没有 好险我还是 归零的平安退伍 有很多都完全 因为赔了一堆不敢退伍 还在部队里面给人家去受那一种虐待 我是已经退下来 所以我对这个我感受很深 我感受很深 所以 来讲破财的更不用讲了 简直就一团差 我本身也是破财 所以我们再怎么样用 业名 这种凭运气的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我常常在跟各位讲 人没有靠运气成功的 没有靠运气成功的 所以像这一种一翻两瞪眼的事 来讲 基本上各位 很难 会作为你终身的一个事业 很难 所以跟为什么会拿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没有什么好讲 就是一个破财的八字 最主要是他经历过这一种情况 可是他依然不认为 那时候我也不认为 但是 等到我要退伍的时候 我发现到我完全没有钱 怎么办 我完全没有钱 然后在那边等 等说 哎呀薪水赶快下来 那时候我们再这样子 这样子是不过得很辛苦 所以不要落到这一种的情况 要不要解 不要落到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 像 之前我也帮忙处理过一个 就是他的小 就是客人的小孩 也是这样 赚的 哇 他在里面 他觉得钱好赚 赢了七十几万 但是赢的轻松 那也赔的快速 所以倒赔一百万 被人家绑走 被人家绑走 然后父亲 刚开始还以为是什么 那一种诈骗的 结果倒就是真的 拿一百万去赎人 拿了一百万去赎人 这个小朋友 对不对 才十几岁而已 他当然不知道 那一种的可怕 我就跟他稍微的聊一聊 顺便帮他批个八字 跟他稍微的聊一聊 所以他未来怎么走 会比较好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 你看 那个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这也是 我们常常讲说 从这个八字 你们看到笔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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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笔节 他会让你变好 但是坏的笔节 他会让你 完完全全走歪 所以从这一个八字里面 我们也可以知道 像这种笔节很旺的 他假如 他碰到了都是好的朋友 就算他破财没有关系 因为他的朋友 会给他都不错 会给他建议 然后正确的建议 他可以因人而跪 但是他假如碰到都是烂朋友 来我们去赌博 各位 他就是会走上一条不归物 也就是说笔节来讲 可好可坏 同样的一个八字里面 跟他一样的八字 不一定都会跟他一样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所交的一个朋友圈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说 你去慎选你的一个朋友 你的朋友非常重要 因为他要是一个好的朋友 他可以教你怎么做 然后把你拉拔起来 一个不好的朋友就带你去死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这一块 所以为什么 拿这个八字来 这个八字就是一个笔尖很旺的一个八字 他会因人而跪 贵跟废 看他碰到的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各位 为什么你的朋友圈很重要 好的就叫贵人 坏的叫废人 各位 所以当你了解的时候 你要了解 你的朋友圈会影响你 尤其你是笔节旺的 像这一种八字笔节旺的 各位 他已经有破财的迹象了 他有破财的迹象 所以他朋友圈 假如是稍微的差一点的 就带他去化天酒地了 带他去怎样赌博了 但是好的 或者恶化可能会劝他 省点钱 然后怎么做 把这些钱去做什么 很有可能会变好 所以这一种八字 我说过了 同样的八字 他是不一样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八字只是给你一个运势 他不会决定你会怎样 会决定你怎样 是你的一个行为 你的空间 也就是说 来讲八字 他只是跟你讲 你会破财 破财就破财 我怎样 破财还有说一定要破什么吗 没有 对不对 你看你怎么做 各位 破财一样可以赚大钱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对不对 破财可以赚大钱 那就什么 他的朋友让他怎样 教他技术 结果他一样赚大钱 等到没破的时候赚更多 也就是说这个破财 凡只是压低他的一个 赚钱的 赚钱的一个力量而已 等到没破的时候 一飞从天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就是说 一个八字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 他就只有一个 你该怎么做 因为相同八字 不同命 已经跟你讲了 就是说 八字不会决定 你是什么样的人 只有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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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